明天就是冬至了 在澎湖传统的习俗当中 这一天一定要吃手捏桂木糕啊 也是菊岛已经传承了数百年的独特农村文化 所谓的桂木糕啊 就是经过繁复的前置作业之后 用糯米团捏出了可爱 而且色彩缤纷的牛、猪、羊、鸡等等的动物 每到了冬至节庆 就可以看到澎湖这个镜像 新人礼在礼长王太平的带领之下 除了端午节包粽子 中秋节吃月饼之外 冬至特别办理的当作松银 撵过不久了 顶顶的瓦东 议长陈玉仁 马公市长黄建中 也都来到现场与新人礼民一起来DIY 捏出各种不同造型的产品 大家是玩得很惊喜 我们要来参加这个企业 这个是无稿 无稿到这个双鱼 这是我们前面的节目 无外的 无稿的 我们由一个 单位的基金 从我们的学校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接触 因为这种人说 都不在意 公余达本中心 办理这个体验活动 讓大部分小朋友都可以來參與 冬至這個重量節慶的一些傳統性主宰 那 以上有什麼需求 我們跟市長都會很厲害來幫忙大家 那不管是經費上還是生活上 還是村裡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幫我反應 很厲害做 交給我們跟市長 年輕的我們來 謝謝大家 今天差不多接近尾聲 你會想我們這一年來 年里長在年輕人社區 無論是道路 還是一些環境 風潮頭 我們的照明設備 一些環境都幫我們討論 由於是我們的外棟 年里長每一般的外棟 我感到就是要吃藝衣 市長議長也一起與民眾一起來DIY 當黃建中拿起了一塊麵粉來 很快就捏扁之後 拿起了剪刀剪剪 兩三下捏出了一條魚 還位於家上的眼睛以及色彩 為什麼會想出捏一條魚 黃建中也表示 我讀水產養殖科 陳育仁也在老師的教導之下 很快捏出了一隻小雞 有眼睛還天上的色彩 讓小雞看起來是更加可愛 讓小雞看起來是更加可愛 棟周 faktiskt 各有蝦 ckt夾 雕 貼 很丟 康桃 我看水產養殖科 水產養殖系 现场也有年轻人 有不少的亲子来参加 捏出了想要的图案 像是兔子、猪、羊、鸡 或者是猪 可爱的模样 让人是舍不得吃下肚 里长王太平也表示 在茂尼店举办的当座松盈 猪过不久了 饱菜干的体验活动 就是希望发扬传统习俗 让小朋友和年轻人 可以边做边学 认识澎湖传统的饮食文化 记者王海龙报道